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现在这40年来 深圳的变化完全是翻天覆地 当时我记得从广州到深圳 路上基本上是农田 然后过关边检是个木头的房子 然后下车以后 我们还走过一个铁路桥 才过去 之后我是80年代 我到了大学快毕业的时候 才重新陪我妈妈再回深圳 然后再看着深圳 从那个时候慢慢开始 开始有一些零售制造业 也包括科技 然后到80年代后 到90年代开始 就发现深圳 一个是很多香港人去那买东西了 但同时也看到 它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 不断的 人口越来越多 车子也开始堵了 然后突然间到2000年以后 再去发现完全不同了 看到了福田 新的市中心 包括市民中心 包括一些新的酒店 然后到2000年的尾巴的时候 再去南山 更不同了 南山那个环境比香港还好 整个居住 工作 我也是看着它 就一步一步 这40年来深圳的 我相信是应该是全世界 都没有一个城市的发展 它能从40年 从一个几万人的小城市 变成一个将近2000万人口的 1000多万人口的一个城市 这个我相信在世界历史上 应该都没有 香港在整个国家改革开放里面 扮演的是一个无可替代的角色 应该是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城市 事实上 我记得林郑月娥也说过这个话 香港是国家改革开放的 最重要的一个贡献者 也是一个最重要的得一者 我们看到就70年代 80年代初 香港有很多这种小型的制造工厂 那么随着国家改革开放 他们进入了深圳 然后慢慢往 在北宜到整个珠三角 甚至还离开了广东省 可能以前一家50人的小工厂 变成了一家5000人的大工厂 以前的一个像手工业的做方 变成一个国际的品牌 我们看到很多这种例子 就香港它利用了国家改革开放的契机 很多我们现在在台上的一些长辈们 他们的成功都是和国家改革开放分不开的 但同时香港也一直是国家改革开放最主要的一个动力 尤其在所谓的外国积极投资 FDI这方面 长期是超过一半 现在都还有一半 长期是占大多数的 就所有的外商的 这个外资的投入 香港是最大的一个部分 那么40年来没有变过 然后我还记得1992年青岛啤酒来香港上市 那是第一家H股 从那个之后 我们成为很多的这个国企也好 民企也好的上市融资的主要渠道 到今天为止还是这样 今天我们香港整个股票市场的发展 有超过60%是跟中国内地的企业有关系的 所以对香港本身 它之所以今天能成为一个金融中心 其实是跟国家改革开放立不可分的 今天是改革开放40年 我也很高兴看到呢 国家现在说改革要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 而且呢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 也就是说我们会进一步的改革和开放 我就是两个角度 第一个角度是改革 改革呢 香港的很多制度 还是可以继续成为我们国家改革的一个参考 包括我们对专业服务的管理 包括我们对整个城市的管理 包括我们比方说对法律法治的环境 这些都是可以作为我们国家进一步改革的这个参考 开放呢 我觉得现在是两方面 一方面的开放呢 早期的开放我们说什么 我们是吸引国外的投资者 境外的投资者 到内地去投资去开场去什么 现在我们讲的什么呢 是中国企业走向国际 走向一带一路 走向世界 它也是一个开放来的 它这个开放是我们走出去的开放 香港可以继续扮演这么一个窗口的角色 作为一个长期从事资讯科技和互联网的工作者 我觉得未来香港在这方面也要发表一个决策 一个决策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中国是一个互联网大国 我们现在在全球来说 我们应该是头两名之内 在某些地方我们已经超过了美国 当然某些地方可能还没有它那么强 但是呢 必须认识到如果我们的互联网发展 它基本上在整个中国这个内陆里面的一个发展 当你要走出国门 当你要走出国际的时候 国际的一些监管的规则 国际的一些商业的一些这个惯例 可能跟内地是不大一样的 在这种情况下呢 香港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试验田 所以这一块呢 我觉得香港就是为内地的互联网公司 还有科技公司国际化 也包括我们内地一些产品 香港的强项呢 可能是在包装啊 设计啊 包括广告啊 推广这方面很强的 它可以帮我们一些国家的一些产品呢 把它包装把它推广 成为一个国际的品牌 香港做品牌做得很好的嘛 所以怎么样去我 比方说我们现在讲大湾区 大湾区里面肯定 未来会有很多的这种高科技的品牌会涌现啊 那么怎么样把这个品牌 不单单作为一个中国名牌 而作为一个世界名牌 我觉得香港在里面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不停地说 但是是不是有时间了 我们先去试试 那我先去试试 那我先去试试 来试试 那我先去试试 感谢观看